有时候到了我门开开 我母亲一个人坐那里 就打瞌睡 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房间里面 就那么一个人 坐在那个沙发上那种情境 你会很难过 他不是没有孩子 可是他现在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想老天爷是看得见的 我永远相信这个 老天爷是看得见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 百善笑我一些 你说这个人多好 他不孝顺父母 那你的狗屁 那都假的 我父亲离开我们很早 他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母亲很了不起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母亲才四十岁 我母亲最后走的时候九十二岁 所以他等于 在没有我父亲帮忙的情况之下 五十二年 五十二年 照顾四个儿子 很不简单 我妈永远告诉我们 做人要正派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就好了 你将来你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成就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当初你要入行的时候 他有没有反对 他反对 他反对的原因是 我们家在台中嘛 然后我在台北念大学嘛 然后进这个行业 他说我们家什么背景都没有 他的观念里面就是 要进这个行业 你要有点关系 他没有反对 他只是说 你这样好吗 走这个你想清楚了吗 他会这样而已 你早死啊 你会不会骑车 不错啦 要不是我技术好啊 你们这个笨车啊 早就扁了 水渣垮了 万家的人 也撤走了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他是生我养我的妈呀 他的脾气也不是今天才这样 都几十年了 你还期待他这个年纪去改吗 拍了那么多电视剧 妈妈都会看 我妈会看 妈会看 他蛮骄傲的 而且碰到的邻居 你家老二又 做那个戏又演啦 这个对父母来讲 是一种回馈吧 中国式的家庭 那个结构 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 西方国家很简单 你念了高中都是国家 上大学他也认为是你自己 你要念大学 你自己想办法 那父母一般也不会再去 要求你跟你 追着你要这个都要那个 在我们 中国的这个 家庭结构里面 父母对我们的付出是 远远多于西方国家的父母 孩子如果要念大学 甚至有能力出国去念书 父母都认为说OK 我尽我的能力 我去拼命去帮你 负担这个 教育的这些需要的费用 所以我们作为东方 中国家庭的这个孩子 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们更要懂得 父母为我们的付出 我们常讲孝顺孝顺 孝好做 顺不好做 因为随着我们长大 我们开始有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们作为孩子 要懂得怎么去变通 让父母觉得 你是尊重他的意思 跟妈妈讲话 有的时候 为了跟他一个是意见不同 辩论说我也会急 声音稍微大一点 讲话会急 但我立刻可以看出来 他很难过 也许开始我就觉得 他不喜欢孩子跟他大声 其实不是这么单纯 这一个大声 让他觉得很委屈 那个委屈来自于 他这一辈子的付出 那种付出啊 做孩子体会不到 只有到自己大了 甚至于当了父母 才真正的能够感受到 但往往这样会有点晚了 但我现在说很简单 不容易做到 真的不容易做到 我自己都没有完全做到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每一个阶段 跟父母的年龄的逐渐老去 他们的每一个年龄的阶段 所谓的孝顺 其实内容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讲孝顺 现在就是进我们经济 经济上的能力 让父母在物质上面 享受一点 舒服一点 其实他们要的不是这个 不是不好 就是他们要的是 重点在其他的方面 最难最难是陪伴 没有一个父母会跟 愿意跟自己的子女有距离 我说一句良心话 只要你有心 愿意去陪伴 你不可能找不出时间来 哪怕一通电话 他都觉得你很有心 就算你这个孩子 没有办法提出什么意见 但至少他知道 他有亲人在他旁边 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每一个老人家 可能个性也不一样 像我母亲她喜欢一个人 我觉得也好 我母亲在晚年的时候 住在那个养生村 有时候到了我门开开 我母亲一个人坐那里 在打瞌睡 那个时候你看到 那个房间里面 就那么一个人 坐在那个沙发上 那种情境 你会很难过 他不是没有孩子 可是他现在一个人 坐在那里 不是说我们赶他去住 是他要求的那样子 我们经过思考也觉得 可能那样子 对他是比较合适 到了晚年以后 老年人吃的东西也少 但是希望他吃到 他想吃的东西 我前一天会跟他通电话 你明天想吃什么 刚开始他不用不用 我这边可以吃 他会客气 父母一定会跟孩子客气 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 但你要不停地问他 慢慢慢慢 他就不跟你客气了 所以我常常早上六点钟 早餐店一开 我已经站在门口了 买好早点 早点我就开车 送到龟山去 然后陪他吃早餐 有的时候吃完了 再陪他聊一聊 他会跟你说心里慌呢 会 我们这一个人陪伴他的时候 你要关心他 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那个床垫够不够软 被子够不够暖和 你跟他聊一些这个 慢慢慢慢 他会说跟你说一些心里话 那我们作为子女的 一定要了解父母的这个个性 哪一种方式是最适合他 让他最舒适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他自己没有病痛 我母亲走的时候就是 下午睡午觉走了 他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的麻烦 你懂了吗 那我会觉得那是他最大的爱 年纪这么大了 我没有办法再为你们做什么了 但是我把我自己照顾好 我不给你们添任何一点点麻烦 52年守寡 最后走的时候 他没有给我们留任何一点点麻烦 你会感激 你从心里会感激 就是因为受麻烦的影响 就是也把自己 我也尽力啊 我尽力锻炼自己啊 照照顾自己身体啊 嗨 大家好 我是寇世勋 第三届 旺旺孝孝心奖就要开始了 孝顺不是只有陪伴 更要了解父母的需要 希望大家透过词曲创作 还有短影片 来表达我们对父母的爱 5 6 6